大家好,家里有小米别带熬粥了 今天手把手教你一个经典做法 把500克面粉放入小米里面,瞬间变美食 这个做法估计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哟 真是民间有高手 首先,大碗中倒入两块钱的小米 其次往里面倒入清水 下手把小米淘洗干净 淘起一遍之后,淘米水变得非常的白 这个时候把淘米水倒掉,用来浇花 第二次往里面倒入清水 放在这里,把小米浸泡半个小时 时间到了之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米也吸足了水分 用手轻轻的一粘就碎了 像这样,就说明泡好了 然后用漏勺把它捞出控水 控干水分,再倒回圆碗中 下面往淘好的小米里面倒入500克普通面粉 先用筷子把它焯拌均匀 使小米和面粉融合 下面往里面倒入5克酵母 3克白糖,促进酵母花椒 然后再往里面倒入300克40度左右的温水 把它调成面具 这个水和面粉的比例 活出来的面团是刚刚好的 下左手,把它活成面团 最后把它活成这种软硬适中光滑的面团 在上面配入一层食用油,防止面皮风干 盖上一层万层的保鲜膜 放到温暖的地方,醒发至原来的1.5倍档 这个面团大概醒发了20分钟左右 大家看一下 用手戳一个洞 非常的渲软 看一下里面的气味 特别的好味 像这样就说明醒发好了 洗干净小手把它取出来 板板上先撒点面粉 把面放到上面 揉一揉,把里面的气体抬干净 我们揉的时候,上下来位搓着揉 像这样,揉出了面团 非常轻轻 揉好之后,把它搓成西藏槽 然后下手把它揪成大小均匀的边际子 先取出一个,咱们把它来整理一下 让它再分削叠个三七二十四下 再用手把它收圆 揉好之后,再来团一下 揉好之后,上面撒点干面粉 再用两只手,往上面把它收起来 最后把它收成一个立体的馒头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整理好 咱们均匀的把它摆到笔子上面 放到时候,中间给它留一点空间 接下来把它粘到锅中 上面盖上盖子 二次醒发五分钟 醒发至1.5分钟 打开看一下 这个体积明显的变化 用手拿起来轻片破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插上电源,按开机 按功能键 选择精准模式 上去即时 蒸10分钟 好了之后 再蒸上2分钟 蒸上2分钟 打开看一下 先把它放入热气 这样蒸出来 不会缩不塌陷 热气放完 再迅速打开 哇 底下挨着一个 白里透着金黄 特别的鲜软 每一个馒头上面 都沾满了金黄的小米粒 里面满满的营养 如果 放到篓筐中 搬上桌一家人 就可以明媚的享用了 我们这样用小米蒸的馒头 你绝对没有吃过 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鲜软 掰开看一下里面 哇 气味鲜明明的味道 非常的好味 里面的组织也特别的细腻 我现在给大家尝一下 米香味十足 香甜心的 比炒面馒头才要好吃 实际上 口口不吃菜 连吃三个都没问题 以后家里有小米 别再熬肉了 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绝对全家人都爱吃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软发关注一下吧 以免下一次找不到哟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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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